會不會死的?會不會被人抓去坐牢? 我們現在身處在一個沒有人賣票的火車站 因為我現在要乘火車回到機場 這輛車是直到機場的 如果Google地圖沒有錯的話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整個站是一個人都沒有的 沒有售票員等 我又不知道在哪裡可以拿到那張票 因為以我所知去機場的票是要另外給錢買的 就不是用我那張PASS可以過的 但又完全找不到買票的地方 還有一部完全看不明白的機器 接著這些按鈕是完全沒有用的 還有是意大利文的 你可能會懷疑為什麼我會進來 因為真的是直入的 不用給票的 但應該上到去會有人查票的 我不知道如果我沒有票 查票會怎樣呢? 會不會死的? 會不會被人抓去坐牢? 還是立刻給錢就沒事? 但不要緊啦 我們打一打吧 ids 坐霸王車 應該下車也可以給了吧 來吧來吧來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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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真了不能回香港 打霸王車 現在極度搖底 這裏的交通工具 那些巴士那些都是你直接上車的 沒有人會理會你 你嘟不嘟飛啊那些 其實沒有人會知道的 我見過有些人都是這樣上來 坐兩個站 然後就這樣跳下車 沒有嘟飛沒有成 我不是合理化 我現在正在做的事 但希望我等一下可以買到飛 我現在等著那個票務員 在那邊走過來 那我就可以問他 怎樣可以買一張飛 你看看 這個站有那個票機 怎麼辦呢 為什麼我剛才那個站沒有的 我覺得我應該 下一個站跳車 買一張飛 然後再搭下一班 我們現在最怕的是 那個票務員 在我們在下一站到的時候 過來查票 那我就會死 回不到香港 嘟 搭火車都這麼難 我們現在看準機會 一見到有那個買飛機 就馬上跳車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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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賣飛機 喂汽水機 還是有肺 有有有有 跳車 跳車 跳車報飛 跳車報飛 這張飛8元 我們是不是節省了兩個站 可不可以還給他 啊要給錢 我印象中這個機是要入密碼的 而我是不會記的 信用卡密碼 因為信用卡都不會用來提款的 咦又沒事 不收現金的 這部機 然後呢又不用入密碼 那些草呢 在這個火車櫃中間都生到 打曬風這樣吹到 這一棵才厲害 在火車底下 這個人會不會太適碳呢 拿一隻杯出來 拿著熱水壺出來喝咖啡 我是不是要吸飛的呢 剛才他說什麼 Stamp了我的ticket 不如試一下 進去 沒有洞的 不行了 是嗎 完全不懂操作 總之買了飛吧 做過手法的好市民 他應該不會怪我的 差一點點東西 弄兩個kinder吃一下好啊 這兩個呢 別人不能賣 這麼過癮的 這個付錢方法是怎樣使用的 嘩 這樣啊 有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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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不到kinder 嘩 不開門了 嘩 多災多難 前門不開的 好 安全到達 我們到了機場了 好 看看出不出到閘 成功 好了 經過了5天 6天了 我們又回到這裡了 這部就是上次我說 買票要入密碼的機 我不知道是不是上次選了中文 有了入現金的 但剛才那部沒有 幸好買到 否則 又有機會趕不及飛機 這麼奇怪 沒有那個牌 告訴你哪間航空公司在哪裏 完全找不到那個牌 現在是 完全不知道走去哪裏 我們距離要進去 還有一個多鐘赤燕 所以我們買回新的密碼鎖 那天臨急臨忙 我把密碼鎖的密碼鎖 扭掉之後 把密碼鎖關掉去reset 那個位置 那就是我 不見了密碼了 簡單來講 如果我要 用到那個鎖 要試999次 那我決定放棄 買一個新的好過 應該不會很貴 有得買了這裡 騙小孩 這裡7.5元 最便宜7.95元 然後這隻就10元 騙人根本就是 買一個藍色 挺漂亮的 好像挺好用的 哇 這個的food court 都挺漂亮的 是不是 都挺漂亮的 不知道貴不貴的呢 哇 又炒泰國粉 都不是很貴的 比香港便宜一點 不過看起來 就不多好吃了 哇 好掛著這塊芝士 你猜這個平民的 機場貴賓室 在意大利的版本 不會更厲害的 我們進去看看 環境上好像OK的 不知道有沒有東西吃的 排場龍 酒吧 不過好像要錢 應該是他可以沖 放一些好一點的咖啡 酒啊 那些給你 但是呢 就要另外計算 要不然呢 就去排隊那個機 而食物就極普通了 都是超級普通的那些東西 跟香港沒有什麼分別 我們跟小朋友持有汽水機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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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點滿了 好啦 我們拿了我們要的東西了 沒什麼特別 不過不用錢算是這樣的 剛才過關的時候 我一啪 一聲過那個機 立刻響了 啪啪一聲 然後被人壓了過去 我以為他是摸一下 手下有沒有金屬 誰知道不是 他就拿了一塊 類似膠布的東西 叫我這樣攤平的手 然後拿一塊膠布這樣擦一下 然後在鞋子上擦一下 然後把那塊膠布的東西 放在機上 然後那部機又是啪啪 這樣啪啪了一聲 然後他就站著別動 記得等了 因為有四五分鐘 人們吹啪啪的聲音 在旁邊是不斷過 然後我站在那裡罰站 又來一個人 然後他就再問我 我的行李在哪裡 然後我說這代 剛才過了機 然後他又拿那個膠布 在我的行李上面 然後又放進去 然後就沒事了 嚇死我 你知道我去過哪兒了 我們看回之前的片段 馬電出來了 我們今天去探討一些 爭議性一點的東西 我們拍一些厲害一點的東西 我們在找一間 在意大利非常合法的店 我們的目的地更在此尺 我們衝過去 不知道給不給拍的呢 看著 噔噔噔 有沒有看到 很漂亮的顏色 在這裡了 我們到了 我們剛才這麼神秘 就是去一間 第一間在意大利 可以合法賣大麻的地方 但是很特別 意大利的大麻 跟其他地方的大麻 是完全不同的 因為它是在本地種的 還有它的含量 種出來 跟平時我們說會吃到很迷幻 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它有發現過 它的劑量 是吃完之後 那些人是不會有迷幻的感覺 只是會令人比較放鬆一點 好睡一點 所以這東西在意大利 是合法可以賣的 而且吃起來 跟其他地區完全不同 你不會害怕的 但是它說不允許拍攝 我們就沒有拍攝 整輛電車包了 會不會大拙 完全沒有人 超級厲害 它包車由意大利 這隻狗上了車 嘩 它爛到這樣 上去 這裏有一間 由阿姆斯特丹開的大麻店 阿姆斯特丹其實是在荷蘭的 荷蘭呢 大麻是合法的 所以 它都開了分店過來這裡 它在意大利也有很多分店 你看 很多很多很多 數幾都數不完 我們為了滿足大家的好奇心 我們就進去參觀一下 好嗎 不是我想看的 我不想看 我對這個資訊無興趣 你相信我 我們進來了 你看 超多不同類型的東西 紅酒 白酒 這些酒 還有能量飲品 還有曲奇餅 哇 都幾貴 貴過藍冠曲奇 綠冠曲奇 但是你要記住 這裏主要的成份是CBD CBD在香港都是合法的 你可以買到的 但是TXC就不合法了 你一拿進入境 你就會立即被人拘捕 還有 三賣 那我們這次的旅程 就來到這裏了 整體上是輕輕鬆鬆的 只是我自己排得有點壞 沒有什麼甩漏 沒有什麼意外 很少量 但是很大的意外 你說花了多少錢呢 我們這次 約往花了不到兩萬元 一萬九千多元 只是機票 就佔了八千多 即是有一半 其實去了機票 酒店呢 五千元左右 即又佔了四分之一 如果你在國家走來走去 火車飛又會佔了你 四分之一 如果你不是去買東西 你不是去購物 你不是去吃高級餐廳 其實很少高級餐廳 在街上都是很平民 大家都是平民價錢 不會有些中價 要不你應該去一些升級餐廳 你另外去購物 那些我不知道 但普遍吃都是幾元 三四元 那你就可以吃到一餐 洗費其實很低 最多是因為夏天 我們喝了很多水 每天都要最少五元來買水 所以如果你不是夏天 一來機票可以便宜一點 即是你不是暑假來 你機票便宜一點 你喝少許水 酒店又會相對便宜一點 因為不是這個旺季 我覺得兩萬元有機會夠兩個人 因為你酒店 你兩個人一起住 你機票便宜了 酒店便宜一點 那你吃東西 你點一個薄餅 你一個人就吃不完 其實兩個人的價錢 是有機會兩萬元 你可以來到這裡這麼多天 整體來說都挺划算 是買票你一定要預好做 要不然沒有其他很大的缺點 所有東西都 跟預期之中非常接近 是交通有點不懂 因為這些字真的看不懂 他們英文不要加 我的英文比他們更加不好 那天我在等巴士 然後有個阿婆來跟我說話 然後她只會說yes 其他那些 我一句都聽不懂 但她不斷跟我說 不斷跟我說 然後我完全不知道 她跟我說甚麼 然後她又很開心 這裡的人是挺好的 普遍都沒甚麼特別 他們不會說很奇怪 因為我住Airbnb 我那裡又遠 現在是普通人 那些全部都是普通民居 她不會遇見到遊客 他們又會很喜歡養狗 然後拖了一隻狗 然後她還開門給我 看到拉著行李 全部人都挺好的 這次最大的影響就是季節上的東西 如果是可能可以計劃好一點 那個輪盤就只限某一個 溫度 或者是適合那個季節去的 我們再組一組輪盤 之後再做好嗎 好啦 這次我二大利之女就來到這裡了 記得按讚和Facebook 大家一定要喜歡發揮會員贊助 我們明天四月三 四月五時錄製電話新片 星期日都可能會有 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 一定要坐牢 現在沒有買 很貴 神經病